您最想关心的青年话题ING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 目前在远东科大观光英语系短期研修的陆生张伯伦 参与研发团队作品可自动位移烤油价低温烤肉装置 获得本届韩国发明展金牌奖 非常不简单 我们今天的节目很高兴能够访问到张伯伦同学 来为我们介绍这项作品的特色 同时也来分享 从中国大陆山东到台湾读书的一些情况跟生活的体验 非常欢迎伯伦你好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伯伦 伯伦你好 伯伦一开始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这个可自动位移烤肉架低温烤肉装置有哪些特色 这和一般的烤肉架或烤肉装置有什么不同呢 这款发明它的名字叫做可自动位移烤肉架低温烤肉装置 它是包含了一种可感测温度并自动调整食物位置的一种烤肉架 然后它是由加热座感温组还有旋转组组成 它的优点呢 它跟普通的烤肉架的不同就在于 根据加热区和待烤食物的温度来自动的控制摇动感的胃体 使待烤食物与加热区能够保持在适当的距离来达到低温烤烤的效果 并且能够同时免于人力介入操作能够让烤肉作业更加轻松 这个作品非常具有的实用性和兴趣 伯伦这个烤肉装置的话它可以避免烧焦的情形出现了 对 它可以根据那个再烤食物的温度来自动感测 怎么测温呢 这个温度感测你们是怎么样来做设计的 是这样的 因为三个部分组成 其中有部分是感温组 然后这个感温组有个感温器 它能够根据那个能够感测这个加热区的温度 然后根据感测的温度 然后来那个摇动感来偏离 然后能够达到又适当的距离 然后低温均匀的能够烘烤效果 然后如果这边比如说这个食物 我这边烤的温度较高 然后那边较低 我们摇动感或自动感温 然后让它翻转 然后让这边再红烤 然后比较均匀 就是设计一个可能到达一定的温度的时候 就会自动位移用翻转的 就是像好像有人在操作一样 一般我们都有烤肉的经验 或许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有 伯伦也有嘛 有有 烤肉的时候我们大家会看 这颜色是不是有改变了 或者说快要变成黑色 烧焦就赶快来做翻转动作 可是有时候就是来不及 所以你们这个设计就是 在那时候温度感受到了 它就会自动翻转 我觉得实在是太完美了 而且可以避免人力 人力可以不用在旁边 只要通过机器就可以 所以大量烤肉的话 或是这种商店 以后应用到这种连锁商店 同时要帮很多人烤的话 这样就可以减省蛮多的人力了 波伦 所以食物要吊挂 暂时上头一个杆子吗 对它是有一个我们有做出一个食物 就是一个竖着 然后有那个肝 然后把肉放在上面 然后自动可以旋转 有那个摇摆感 这跟一般听众朋友 有些人或许用网状的方案上头 是不太一样的吧 波伦在大陆 你们家乡那边或是看到 也是这种烤肉网架的方式吗 你也是 所以这个设计跟 还比较不一样 蛮有特色的 好这次这个装置 也获得了韩国发明奖的金牌奖 相当不容易 好 吴伦那你可以跟Timber介绍一下 你当初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下 加入这个烤肉架的研发团队呢 是这样的 因为那个运动科大的三创 非常的有名 在学校有很多的那个创意研发课程 然后是有去上这些课程 正好 然后一直都是在听一些理论方面的 然后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 这样一个团队 然后大家想一起做一些东西 然后就有跟老师通修们一起合作 然后就来参加 所以就在这个讯息 然后呢 老师也希望你加入这个团队 所以你们就共同研发 对 我们就要做一些经验 然后就想参加一下去试试看 所以你们大概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做准备呢 团队成军之后 很长时间了 大概应该少说有几个月吧 对 准备了蛮长时间的 不论你是来远东科大的观光英语系就读 对 那你之前在大陆的话是读哪一所大学什么科系呢 读山东师班大学立山学院 我是在之前的学校试念英文一起 跟观光英语系很相关 那你到这个团队中你是负责哪一些方面的工作呢 是负责关于做这个产品的宣传部分 然后负责比如说英文的演讲稿啊 英文的那个讲解啊 英文的简报啊之类的 学以致用啊就是跟您自己本身读的科系的英文有关 对 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特长然后来发挥然后互相合作 要宣传其实要对这个产品非常非常的了解啊 包括它的特色在哪里 所以你刚刚说宣传或者是说在做一些英语解说 这部分都是到了韩国去参赛的时候才进行的吗 还是说之前就有些宣传的一些文宣 你们所设计要让主办单位可以知道 没有因为去韩国的时候 我们就是不是团队里的所有人都有去 然后我们是一部分人去 然后我们就是在之前就准备好 就是在发明展的时候需要向评委去讲解的那么一个部分 那你先准备一下然后这部分就要我就负责方便 那个英语方面的翻译 你要有准备 不过我很好奇就是我们一般做中文的解说跟英文解说 像您读英文是本身是专业 那这方面的话在设计上或解说上呈现上 有没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不太一样因为那个中文的解说和英文的解说 它还是有那个字单字单字语方面的差异 然后就不可以就是很生硬的去翻译 要灵活 然后要就是翻译成英文 然后能够让大家很清晰的能够明白 是什么样的一个作品 什么样的产品 有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 所以对柏仁你来说 因为整个设计要完整都已经完成了之后 才有办法写这个说明 所以你的时间会不会很紧 要去参赛的时间 这对你来说 还好 就是抓紧一下时间去做就OK了 柏仁那你这次来远东科大交换短期研修一个崛起 也把握机会参加这个研发团队 那你参与完这个团队的制作过程 还有一些相关的工作 整体的话有哪些收获跟感想呢 我也是觉得就是因为就像这个产品是烤肉架 然后这样的一个装置 就是大家生活中能够用到的一些生活中的 通过生活经验 然后而引发的一些创意 然后就有感觉到就是生活中就会有很多细小的东西 然后可以让自己去发现去发明 然后创新也是没有界限的 然后而且能够团队合作 也是真的可以就是团队大家互相合作 然后就会有就会产生一加一大约二的效果 也是觉得真的很不错 而且是一次很不错的一次经历 好 你有到韩国去吗 没有 我没有去 你刚好你没有去好可惜 不过你刚刚提到这番话 我觉得我也蛮有感触的 就是说创意为生活所有才有它的价值 对不对 所以你们整个团队花了好久的时间 那么这次是拿到了金牌奖 非常的不容易 你在中国大陆念书 你们也有类似像这种机会参加 不管是在中国大陆 或者说对外的竞赛吗 有有有 在大陆也会有很多机会 就是去参加一些竞赛 也像类似像这种性质的吗 发明展的 都会有 所以在这个团队上 在团队合作其实是很重要的 不过这次跟台湾的同学 还有老师 还有包括在中国大陆老师一起合作 这种感觉跟你在过去 在中国大陆念书 这种团队合作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就是通过不同的 就是会发现文化的碰撞 然后大家思维 然后进行一些更多思维的发展 然后更多 然后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点子 共同来做一个东西 就会发现就比自己做会好很多 透过这个脑力激荡会有更多的想法跟创意 好 我们今天是连线访问了 在中国大陆就读山东师班大学 栗山学院英文系的张伯伦同学 来远东科大光语系 进行医学期的短期研修 他这次参与了团队 研发出一个可自动位移烤肉架 低温烤肉装置 获得本届韩国发明展金牌奖 我们介绍这项作品有哪些特色 还有他参与团队的一些收获跟感想 好 在下段节目中呢 我们将请博来分享一下 这次来台湾读书 对于台湾老师的教学方式 还有生活上面 有哪些的体验感想 我们稍后回来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其中500个是感染孩子病的孩童 那分散在广告上 从政经寝室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黄历杰 谈起前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 现在收听中央广播电台更方便了 除了短播收音机 以及央广RTI网站 使用智慧型手机 更能够让您随时随地 随走随听 不管您的手机是iOS 还是Android系统 只要在APP Store 搜寻央广Radio 下载完成之后 点选线上及时收听 或随选收听 央广所有的节目 通通认你听 还有 除了央广Radio 你还可以下载 央广NewsAPP应用程式 一手掌握最热的新闻大事 全新收听体验 你还在等什么啊 阳光就是阳光 闪了我的翅膀 阳光就是阳光 人民自由飞翔 阳光就是阳光 世界在我肩膀 阳光是你 是我身影的翅膀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梁安居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很高兴能够访问 目前就读远东科技大学 观光英语系 那么来自中国大陆 山东的张伯伦同学 目前是在远东科大 短期的研修 不过刚才在前半阶段 跟我们分享了 因为你加入了一个研发团队 参加在今年韩国发明展 那么你们的作品可自动 为以烤肉价低温 烤肉装置获得的金牌奖 很不简单 好 伯伦 这个短期的交换呢 对年轻学者来说呢 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那你当初选择到台湾的短期研修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怎么想要透过跨海的方式 到台湾来研修呢 是这样的 就是在之前的学校 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学校有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来台湾进行交流学习 然后自己也是觉得 来台湾学习 可以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 然后可以了解 不同的一个风土人情 感受一下台湾的一个文化氛围 然后也确实是很想 在台湾的交流学习中 然后就是挑战自我 然后尝试更多的东西 然后也希望跟各领域的朋友 进行多多的交流 然后可以一起做很多方面的作品 是 这次应该就是其中之一 走出去呢 自然就会有更多机会 还有更多可以接触到的 你现在是几年级呀 我现在是二年级 像山东师范大学 像这种可以借有短期研修的机会 也蛮多的吗 对 很多 所以到台湾来 在你们学校应该也有 学长或学姐有来过吗 我们这一次来远东科大是第一批 第一批啊 然后就会有很多 以后就是学姐了 你可以把你们经验做一些传承 告诉他们台湾有什么 台湾呢 对 博伦也有很不错的想法 多多去尝试跟接触跟体验 那你来台湾从九月来嘛 九月到 到现在也三个多月了 那你对于台湾老师的教学方式 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 或者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地方呢 对 在台湾就交流学习的过程中 会觉得老师的那个 在课堂上互动性会很强 互动性会很强 老师会跟徐医生有很多的交流 然后在那个 老师跟徐医生之间的感情会很好 他都像朋友一样相处 就印象还蛮深刻的 跟老师的互动 相较在中国大陆是比较多一些 会不会不习惯啊 没有啊 很喜欢 很喜欢这种感觉 很喜欢 对 台湾的 这边上课的老师 都对我们很照顾 对我们很好 柏仁跟同学小组合作 这种机会多不多呢 在台湾 挺多的 挺多的 比如说有什么活动 然后我们一起 做作业的话 也是分组作业的机会 对 分组作业 对 就是有 比如说有的科目 可能需要团队 就是需要一个小组 然后共同来完成一个简包 共同来完成一个作品 然后大家就会在课下 一起讨论啊什么 好 那柏仁虽然在台湾 只有短短一个学期的研修 不过贵校的社团应该也蛮活药 你有机会参加社团吗 很多 有 你有加入什么社团吗 就是有去参加很多社团的活动 哦 像是 就是比如说之前有学校有一个原住民的社团 然后他们有举办就是去屏东调查部落去参访的一个活动 就有去参加 对 还有一些音乐会 音唱会都有去看 都有去参加 然后之后还会有什么教党类的一些活动 都有跟大家跟台湾的朋友一起去看 不论你从这山东来台湾读书 那对于台湾的这边的气候还有生活适应吗 嗯 还好 因为就是气候觉得可以适应了 然后饮食的话 因为远东科大师在台南嘛 然后台南的饮食会好像较别的地方来说 会有一点点的甜 然后对 然后但是因为现在待蛮久了 然后就可以适应 都觉得还可以 然后台湾其他部分的饮食觉得都还蛮不错的 山东饮食是不是比较咸一点吗 还是比较辣 对 那台南相对甜 因为像如果在北台湾 我自己偶尔到台南 我好喜欢吃台南的一些美食 不过觉得就是偏甜这样子 对对对 台南的美食很多 但是有一点点甜 诶 谈到这个美食台南有哪些食物是你之前来台湾之前没有吃过的 来台湾有特别去尝试一下 尝先的 之前我有很多就是有去尝试过很多 比如说什么棺材板 大肠包小肠 柯仔煎 鹅仔煎 对对对对 都有去尝试过 还有很多什么盐酥鸡 然后对烧酒螺 小朱雷 然后地瓜球 什么粉圆 吃过很多 小吃很多 对因为台南美食很多 你看到棺材板 你敢去吃啊 因为之前有看过一些相关的报道 好像有不少大陆民众对于这个字眼看就觉得好像会保持一点距离 你吃的感觉怎么样 还好吗 就觉得那个好甜 好甜好甜 因为没有 之前没有去尝试过嘛 所以就想来到台湾就要尝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去尝一下什么味道 然后觉得很甜 我都去多尝试一下 这蛮有特色 刚刚讲到这个大肠包小肠 就是糯米肠包香肠 香肠 在你山东家乡也比较少吃到或是根本就没有吃过这种东西就对了 会有啊 大陆会有 但可能就是跟这边的味道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差别 就是不太一样 会有在这里大陆的这些大肠包小肠 我记得之前好像有吃过 再来这边又有再尝试 那珍珠奶茶呢 珍珠奶茶对 在大陆会有 很多很多 然后来台湾也有尝过 然后珍珠很好吃 口味不太一样 还是说珍珠的那个Q度不太一样 这边的珍珠好像更Q一点吧 但是对 然后觉得大陆的那个也还不错 就也还蛮大颗的 还不错 很好吃 因为自己比较爱吃珍珠 所以自己如果喝奶茶的话都会点珍珠 什么都还不错 这样子 好 尽情的享受美食吧 虽然只有短短一个学期的研修 不过要把握时间 就是努力的求学 争取更多的机会 来让自己拓视野 那另外就是说 除此之外 我想能以把握时间旅游 像现在的12月中 天气蛮冷的 不过在台湾 其实相较你的家乡 应该也算蛮暖和的吧 所以这个气候还可以适应吗 还可以 都还OK 那南台湾其实相较北台湾还比较温暖一些 也不会那么的不舒服的 比如说这种多湿的天气 所以没有把握时间去南台湾转一下 有啊 有去很多地方 像是 我去过台北 也来过台北 来过台北 去过台北 今天有去比赛 然后有去高雄 墾丁都有去 平东也去过 台北是到哪边呢 有去台北 然后有去新北 都有去 哪些景点 去过很多 去过故宫 然后那个国父纪念馆 然后去过淡水 对 我去过淡水 淡水老街跟渡船头 所以淡水老街 鱼人码头 还有那个淡江中学 都有去 这些算是知名景点 都有去 因为之前有做过攻略 就很想再去看一下 先把这个资料调查好 那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台南 你们学校在台南 那你在台南当地有去过哪些地方呢 西美博物馆 台南好像有一个叫 七谷 还有什么延山 对 七谷 还有安平老街 安平树屋 然后四草大桥 都有去过 是 台南有很多的美食 那么知名的旅游景点 美景也真的不少 像七美博物馆 你看的感觉怎么样 觉得很壮观 它那个白色的现象 就觉得让人 对 很棒 在中国大陆 有类似像这种博物馆 博物馆吗 有 有 也有 会有 会有 这里头的收藏的非常的丰富 有时间去 专专就不错 对 有很多旅游 博物馆来台湾之后 玩了很多地方 也吃了很多美食 那你这些资讯是怎么收起来 是有在网络上 所有朋友的介绍 所以博物馆把握了来台湾 虽然说短短只有一个学期 但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像是去参赛 还有跟同学做作业 还有到很多地方去观光 也尝了很多的美食 是相当的丰富 好 非常感谢 目前就读远东科技大学 观光英语系 那么来自中国大陆张博伦 张同学目前是在台湾短期的研修 那么在今天跟我们分享了 你加入远东科大的一个团队参加 2017年韩国发明展 你们所研发的可自动 位移烤肉架低温烤肉装置 拿到了金牌奖 恭喜 当然也分享你到台湾短期研修 那么在这边 在校园你所参与的一些活动 还有把握时间来亲近台湾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伯伦 谢谢